今天分享一款不用开酥也很酥的栗子酥 软糯酥脆 太好吃了 软化的黄油中加入红糖 玫瑰盐 炼乳 一起搅打均匀 然后加入低粉 泡打粉 继续翻拌均匀至看不到干粉状 放入袋子中冷藏30分钟 接下来将栗子泥中加入坚果碎 拌匀后栗子加心就完成了 每个分成20克备用 松弛好的面团分成每个25克左右 将酥皮面团按压平整后包入栗子线 然后底部收口收好后 用手捏出栗子造型后 沾水再沾白芝麻 刷上蛋黄叶后 放烤箱烘烤20至25分钟就完成了